顾生本来还有点猛 定睛一看 只见手机界面上显示的是 枪金茨薇 蓄谋已久 如我所愿 女朋友 你好呀 艾提声声慢 在这行字的下面 配的正是墨青城刚刚偷拍的亲吻照 顾生瞬间反应过来 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他急忙抢过墨青城的手机 反复确认了好几次 才抬头看向他 脸上满是困惑 你 你干嘛呀 墨青城挑眉 是谁刚刚说 我只会有嘴滑舌 说好听的哄人的 顾生解释道 你明知道我只是随口开个玩笑而已 那可不行 女朋友对我有这么深的无解 我必须赶紧挽回一下 墨青城伸出食指轻轻晃了晃 脸上带着漫不惊心的笑 顾生心中虽然有些雀跃 但更多的是忐忑和不安 他害怕关宣恋情 会给墨青城的事业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他微微醋眉 将手机塞给墨青城 所以 你就这样草率的官宣了 墨青城挑起嘴角 愉悦懒散地轻笑着 草率嘛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文言 他微微停顿了一下 漂亮的狐狸眼里莫名扬起了委屈 声声声 你都不知道 我之前有在微博上看到有留言 说我老牛吃嫩草 配不上你 还不止一条呢 顾生有些意外 他不知道还有这一层 毕竟 不管是在粉丝数上 还是影响力上 墨青城都远超于他 墨青城牵起他的手 柔声说道 所以啊 我可得把我的小女朋友给套牢了 不然到时候女朋友嫌我老 抛笑我跟别的什么男人跑了 我跟谁哭去 顾生被他的平嘴逗笑了 之前的担忧和不安 在墨青城的安抚下慢慢消散 他抬头迎上他的目光 伸手捏了捏他那俊俏的脸庞 随即嘴角微翘 柔声说道 那墨医生可得小心了 你要是敢对我不好 我就 哼哼 小心到时候哭死你啊 墨青城沉声笑笑 他轻轻地晃了晃手机 语气略带调侃 所以 声声慢小姐 还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 顾生拿出手机 点开微博 此刻 墨青此官宣恋情的微博 已经登上了热搜榜榜首的位置 他的手机也因此炸了 看着微博里上万条私信 顾生随手点开了几条 内容都是一水的求 声声慢给头牌大人一个名分 声声慢 快回应啊 头牌大人给你表白了 等等之类的 他又翻了几条 不管是私信还是微博评论 大家都整齐划一 不是替墨青此求名分 就是祝他们恩恩爱爱 百年好合之类的评论 并没看到什么不好的言论 顾生缓缓地输了一口气 飞快在键盘上打下一行字 点击发送按钮 声声慢微 寄见君子 云胡不喜 男朋友 你好爱提枪青此 录音室外的小柯 和另外几个女生 此刻已经快磕疯了 虽然录音室内被百叶窗遮挡着 他们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可枪青此的微博一发 特别是配的那张图 背景就是芒果TV的录音室 他们用脚趾都能脑补出来 录音室内的画面 几个女生激动地无嘴尖叫 不停地跺脚 就连摄像大哥也被他们所感染 因而导致镜头不停地晃动 两人观宣微博发出后 关于情声细语的热搜 一个接着一个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关于他们的话题直接罢绑 热搜全报 情声细语官宣报 情声细语录音室接吻报 枪青此得偿所愿报 枪青此真男人报 麻烦那于男星官宣恋情势 按这个标准来 直播间的粉丝更是可疯了 家人们 谁懂啊 我客的CP竟然是真的 啊啊啊啊 我要疯了 哦懂懂 同一个世界 同一对CP 我要被舔死了 求求你们 马上给我原地领证结婚 然后送入洞房 刚刚去翻了一下皇帝 今天这个日子不错 一观宣 一同房 一走啊 呜呜 看他们谈恋爱 比我自己谈恋爱 都激动是怎么回事 天呐 偷偷排大人 也太会亲了吧 这亲吻照也太美了吧 求求你们 给吴王司理清 最好给我 将嘴汗死的那种 官宣之后 顾生就心怀忐忑地疯狂 刷着网上的评论 再看到粉丝 和网友们的评论 有些猛 这最悦尽好一片 祝福的祥和情境 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粉丝 都这么宽容了吗 至此 顾生心中那块沉重的石头 终于放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